全中山最大 全中國排名大11 你想想規模大成什麼規模 這條路一個路口就已經到珠海了 到這邊就屬於珠海、唐嘉灣 可以看到這些地塊 所以我估計應該有20個月份 哇 全部開了 滿破開業的 是因為真的很近,就黏著珠海 這個最開始的成績 大灣區置業真的很吸引 但是這麼多中介公司 怎麼選好啊 想安心賣大灣區樓 當然是找V家 分店遍報講究新界 由灣區博士、沈穎年年均 為每一位顧客提供定制化置業服務 設有V家管家王、V家裝修王 提供超多一條龍售後服務 還有合法匯款牌照 助理安心、跨境匯款 有V家就有安樂的家 6677-7865 Hello Gordon 又回答我看樓盤 你這次介紹這個樓盤 我又熟悉又陌生 這樣? 因為這個樓盤其實就是我家的必經之路 我每一次回家 如果在廣州、深圳 總之回到珠海的路 就一定要經樓盤才回到我家 這個就是什麼樓盤? 感受去灣城 這個城真是不得了 真是城 但為何陌生呢? 其實我真的經過 但我真的沒有進來 因為我們住在唐家灣的人 其實對這個樓盤都不陌生 因為很多當時唐家灣買不起 或者市區買不起 就會過來買這個樓盤 這邊這個樓盤 因為真的很近,就貼著珠海 這個樓盤最開始的時候就是買給珠海人 當時是剛衰盤來的 但其實負評是不斷的 因為我試過搭滴滴的時候 跟的士司機吹過水一經過 其實他也有很多朋友買了 他親戚買了 他說這個樓盤最大的缺點 第一就是太大供應 入住率又低 然後配套又很差 就是第二就是沒有食物 喊不到外賣 喊不到滴滴 不是吧 還有升不起價 當然很多聽到都不太好 明白 不開心 Jody 我覺得這些傳聞 你應該也有些時間 聽到的 不過這可能是一兩年前的事 沒錯 所以你告訴我 不是金飛色比 肯定不一樣 我可以這樣對你說 今時今日的海灣城 是完全不存在你目前說的任何一個項目的 為甚麼呢 第一,入住率非常高 就像我們剛才說的 整個海灣城前期就是賣給我們珠海的本地人 他們就是因為珠海的房價 唐家灣房價 你們買樓子 三字頭 那些人不是個個都買得起的 又想近住唐家灣 又想近住這些企業 在這裏上班的人 買這邊 就在這裏住了 所以這些人是全部入住 是真的買來住不是買來炒的 現在樓盤的入住率 是可以到六到七成以上 這麼誇張 所以你去到現場 看到很多車 很多人 所以根本都不用擔心 沒有人住 不是鬼城 放心 等一下 我要親自去看 親自現場考慮一下 沒錯 第二個 你說叫不到滴滴 或者叫不到食物 外賣 不存在 可能早期的時候 來這邊住的人 叫不到這些 或者叫不到車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城太大 入住率不夠高 很多道路未整好 那些車又不能進來 所以附近的入住率就不高了 導致到那些商家自然就不願意過在這裏 所以才導致這樣的情況 但是現在這個許灣城 已經打造了超一半以上的工程 所以目前這個集中的住宅區 是完全成熟的 道路方面都有齊 所以叫車叫外賣 絕對沒有問題 好 我們稍後展示給觀眾看 稍後展示出來看看 就是先看看外賣 外賣 我們先看看美團 有很多東西認識的 你可以放心的 美團外賣是否可以叫到的 我現在身處在這裏 是的 立即看看你有沒有說 點開外賣 你有沒有說謊 你點開 讓你眼見遺失 感受海灣城 定位了海灣城 是的 多了很多 肯定機也有 肯定機也是30分鐘到 沒錯 多了很多選擇 譬如有些咖啡 有些螺絲粉 餐餐 買茶 全部都有齊 都是半個小時到 多了很多 以前就有90多分鐘 70分鐘才到 沒錯 但這個真是叫做城 我聽聞這個是出名大的城 全中山最大 全中國排名大11 你想想規模 大城是甚麼 有多大 讓你看回這個沙盤圖 剛才我們說 我們現在鎖在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售樓布 其實這個位置就是早期一期的位置 從這邊 我們一路沿著這條路 一路到這個海岸 是 零丁陽海岸 全部都是他們 回頭過來 到這邊的蔡康鎮 都是屋苑內邊的 所以它的城是非常之大 我們現在說已經開發了一大半 就是已經開發了這邊這一大半 那駕駛一圈要多久 差不多要二十多分鐘 哇要二十多分鐘 才能把整個小區 不是走路二十多分鐘 而是開車二十多分鐘 那車也要二十多分鐘 沒錯 那真的要看回你買位置 那這個很事實 好像我們現在推銷的 九旗這個位置 那真的很方便 它是整個河灣城 目前在賣住手裡 來珠海最近的一個位置 我們看到這個路口 這一條路 一個路口 就已經到珠海 到這邊就獨屬於珠海 唐交灣 可以看到這邊 所有的企業 高鐵站 全部都是在這裡 所以如果買回九旗這個位置 我覺得是最好最正的 你說九旗有多少棟樓 一個九旗就有八十二棟 八十二棟 你知不知道我們香港 最多棟數的屋圈 就是美孚新村 美孚新村 美孚新村有九十九棟 這裏差不多是一個美孚新村 一旗 但是你總共有多少棟 十八旗 十八旗 而且裡面有很多都是 一些必穗的位置 必穗的位置 地塊更大 所以我估計應該有二十個美孚新村 哇 誇張 差不多有十八至二十個美孚新村 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真的很誇張 現在在賣九旗 而且還有一件事 比以前方便有很多就是商場的配套 是的 它的商業界本身就是入伙 完全是成熟的 因為九旗 我們只有一八十幾棟 所以它不會一次交付 它前面的幾個區 是全部入伙的了 所以它樓下的商業配套 是全部投入使用 現在的樓下商業是說 滿舖開業 全部有了 那太好了 待會帶你去現場 看看你們知道 還有 因為我們以前 有條路過來 即是在珠海過來的路 是爛過來的 現在剛剛整好了 在我們寶龍城 即是我們現在在高生區 寶龍城 過去其實都是說十分鐘 十分鐘 沒錯十分鐘內 就可以開到 那如果想要去更加近一點 就來這個 美的寶龍城 這個但是未開 但是也很快 已經起床了 它說今年年尾就會收樓 可以進行使用 如果這個寶龍城可以醃了 從樓盤 現在九旗的位置 一條直路過來 五分鐘就可以直達到 而且這個寶龍城 一到達 這個美的寶龍城 就到哪裡呢 就到這邊的珠海北站 所以真的五分鐘 馬上到這邊的輕軌站 最近的位置 那北站 很方便可以去到我們的港租大橋 沒錯 而且這個寶龍城的位置 亦都直正 來近深中通道開 沒錯 這個寶龍城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給觀眾們 這個寶龍城真正正正 叫做雙橋落橋位 第一個就是我們現在馬上通車的 深中通道 從這個寶龍城到深中通道 總共是十五分鐘車程 哇 就可以上到橋了 那想一想 馬安島多少錢呢 兩萬多 十五分鐘車程來到這邊 推廣說價錢是接半 這個Panda 你現在說推介給我 除了它的配套 不是我想像中那麼差 已經好了很多 但你跟我說最大的一個優點 其實你只是說有東西吃 有什麼的 很多地方都有東西吃 沒錯 沒錯 要我山場水遠過來 雖然不太遠 但是你告訴我 有一個字 要怎麼抵抗 唐家灣多少錢呢 唐家灣三萬 你知道現在這個盤賣多少錢嗎 12000均價而已 但是這個盤以前也賣2萬 這個盤最高峰的時候是212 最平均的貨值價錢是17000 所以現在真是 抵抗 現在跌到12000 真正的大坨價了 嘩 這個真是蠢 12000的話真是便宜 其實12000差不多接近 神灣 基本上 接近神灣三鄉價 沒錯 神灣三鄉現在有部分的樓盤 都要賣1萬出頭的毛坯 無欺 現在12000可以買到這邊 大正裝修 近珠海唐家灣 真真正正的一個順盤位置 因為它是這樣說的 我們怎麼跟神灣比呢 神灣那邊可能自住就會好些 但是如果你說 將來會升值 因為它始終沒有心中通道的概念 沒錯 但是其實它 當然你說 大灣那個叫做什麼橋 我們說出大橋 一聲半個小時便到了 是很方便 而且我們也說了 它又有大巴 即是有我們直通巴士 對香港人來說 自住那裏是抵住的 但是如果這裏 這裏回香港可能沒有神灣那麼方便 這個樓盤也很方便 我們說回 目前樓盤已經正式開通了直通巴 5月份就正式開始使用了 那它又真是好殺 直接到屋苑 沒錯 然後是直接藏香港的太子泉灣 坐直通巴 可以直達到屋苑樓下 所以是非常之方便 那如果你有了這個因素 就真的殺了 因為為什麼呢 你又可以回香港又方便 那它又可以吃了心中通道通車 沒錯 去珠海都方便 而且接下來還有那個 深珠通道 真正正的六橋點 變成升值的潛力 對 升值的原因就多了很多 沒錯 其實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那我們現在去引證一下 你究竟說的商業界 是不是真的那麼正式 那麼旺 那麼旺 我們親身去看看 我們待會兒去看看 好 OK了 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 九旗現樓的單位 哇 這裡就是真實現場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九旗的西門的位置 這個位置 對 還有很多入住了 入住了 非常之高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不用看太遠了 就近看這邊幾檔就可以了 基本上陽台平均 超過三分之二 都有放衣服 放空調外機的東西 所以入住是非常之高的 而且這期 起得比較普遍 是 舊的真的不太好 因為舊的比較早期開發 就是差不多20年前 這個盤城 2008年就已經開始開發 到現在 所以時間非常之長 早期的設計 各方面肯定是沒有現在那麼好的 這個必然 所以現在最新這期 九旗我覺得很值得推介 是 現在我們馬上看到有牙科診所 是 有水餃店 這邊的藥店 我們先過來看看 我們轉一轉 轉一轉個身 你 我們 看一看這邊 是 有華人超市 是 這邊的藥店 而且可以看到門口這邊的公交車站 全部都已經用了 這些公交車 全部都可以通行整個屋院 每個位置都會有站點 而且還可以通回珠海 所以整體的配套 交通都不用擔心 下樓不用加車 都可以坐公交車站 沒有問題的 這一個 比我想像中真是旺很多 你看到這兩邊的舖全部都開了 滿舖開業的 滿舖開業的 這一個 是的 基本上可以看得到所有的東西是眼見為實 不是說我們說未來會有什麼商家入住 不需要擔心 很多觀眾經常問我 未來這裏之前 就問我這裏很偏的 旁邊好像 可能我下樓沒有食物 我想說 下樓吃東西的地方真的多到你不能選 選不過你 有這些 有些雙菜 是的 有豬腳飯 簡單的那些 簡餐 有前面的粵菜 小龍蝦 打火鍋 什麼都有 放出來的東西 晚上就很熱鬧 是很旺的 這個位置晚上的一個 宵夜凍是非常旺的 還有晚餐是非常旺的 然後日常的 好像買一些藥品 這些都有齊的 所以整體的配套 我覺得是完全可以滿足 目前的生活需求的 沙窩粥 是的 我們這樣一路走一路走 我眼見數牌 這裏都有二十多三十間食肆 沒錯 還有對面 這邊對面還有 可以計算一點 對面 對面也有的 對面也有很多 對面也有很多 我上次帶他很早過來 因為我客戶已經看了很長時間 然後來到就直接來買樓 然後我帶他過來這邊 吃了個早餐 他說還可以 有些腸粉檔好吃 是的 因為這邊居住的人是長居住的 所以如果他們做得不好 你做不到這些生意 即是他們不會回頭 沒錯 全部都是街坊客 沒錯 沒錯 你可以看到我們走過每一棟 每一棟都入住率很高 你看這些全部都是入住率 是的 所以這一片來說 不用擔心到時候 會不會像整個死城一樣 沒有人 根本不用擔心 而且入住率高不高 最簡單的表現 我們看樓下這些商店 車輛 車輛 基本上是很多車輛 然後這邊的街坊 如果你沒有人的情況下 怎樣做到生意 對嗎 所以整體的生意 這麼多店舖 在這裏就說明 整體一個配套設施 是要有這麼多人來這裏做生活 才可以有需求 最重要就是入住率高 沒錯 入住率高的配套自然就有了 沒錯 因為有人氣就自然有生意 是的 有需求 你的商家才可以留在這裏 我看到亦有中移動 這裡有中移動 大家可以做卡 我還看到有一間鎚骨 有鎚骨 是的 香港人都喜歡 過來休閒休息一下 我覺得是需要的 然後正常的電器 這些東西全部都有 因為這邊的區域都是新的 很多人剛進來之後 都需要買一些簡單的小家電 下樓便可以解決到 日常的我們生活 可能需要買個螺絲批 老闆幫手這些東西 有時候需要這些東西 下樓 不會擔心沒有 是 不過雖然回到內地生活 就一定要學網購 是的 沒錯 有時候買東西吃 我都去網購 剛剛講過 美團也能叫到 滴滴也能叫到 非常好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想煮兩餐 買菜 對面這邊 我們不幸远 這裡就有生鮮超市 生鮮超市 其實是賣什麼 基本上日常的生肉 菜品都有 如果大家想要那種 街市 現在九旗樓下 已經開了一個全新的 菜市場 藥菜市場 已經開了葉 到時候你現場 都可以去看看 然後藥菜市場 正常買海鮮 肉類 菜 水果 全部都有 是的 有時候不是每天到街上吃 又不健康 所以整體無論你是 上街不想煮飯 吃一些多樣化的食物 又有 想自己煮兩餐 又OK 真是方便的 這個整體商業 我們都限了很多百米 真的還未走完 很長很遠 是的 基本上整體商業可以 全部看到是全部開了葉 不用擔心 來到這邊之後 沒有東西吃沒有東西買的 最重要的是什麼 抵買 抵買 今集我們沒有說很多樓盤的資訊 沒錯 因為你已經拍了 我們已經拍過了 是的 可以鍵花 右上角 沒錯 上面就是我們之前介紹過 樓盤內部的情況 這間樓盤在售的單位 其實都不太多 都賣得很快 如果有興趣 快點和我們進行 還有是否有很好的優惠 低手期 沒錯 低手期也是 這個樓盤真正正上車順盤 低手期是多少錢呢 五萬元左右 最低手期 就可以上車買到這邊 這麼漂亮 這麼配套齊全一套樓 所以有興趣 真的要快點和他們進行聯繫 快點了 那就記得 找我的帥哥頓 他的電話在這裡 是的 找他 我們每天出團 隨時可以來現場看樓 如果對這邊現場 覺得我們拍片看得很好看 想看看現實到底是怎樣 快點來現場搞一夾 我可以帶你去看市場 好 今天就這樣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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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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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萬元 六萬元 五萬元 六萬元